二章第九节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神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想一起来学习 救恩出于神这个题目 求神亲自带领我们 约纳书是旧约的福音书 作者就是约纳本身 而约纳这个名字有鸽子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鸽子正预表圣女 这是一件活生生的时机 就发生在北朝以色列王 耶罗普安第二在位期间 当时约纳蒙遭作先知 大约是在主前七百九十三至七百五十三年之间 那救恩出于神这句话 是当年约纳在鱼渡里头祷告的结论 旧约圣经有十二卷小先知书 而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当中 有两卷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 一卷是荷西亚书 另一卷就是约纳书 其中约纳书特别被称为福音中的福音 因为它的主题正表明 神是普天下之人的神 告诉我们神的爱普及万物和万民 不只给以色列百姓 同时也给外方人 包括当时尼尼维城的人 也包括神的仆人约纳本身 当时尼尼维城的人罪恶很深 按照神的公义 神本来要毁灭这个城 然而神在毁灭之前 通常都会给人回转的机会 所以神才猜前约纳先知 去尼尼维城 希望尼尼维城的人 能够赶快回来 这就是神的信 请看伊西结书十八章 请看伊西结书十八章 伊西结书十八章 二十三章 主神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 存活吗 再请看三十二节 伊西结书十八章 三十二节 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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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所应许的上位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由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情念 第二十三章 el Señor no retarda su promesa según algunos la tienen por tardanza sino que es paciente para con nosotros no queriendo que ninguno perezca sino que todos procedan al arrepentimiento 不但是这样 再请看 Thessalonica前书 también veamos primero a los Thessalonicenses 再请看 Thessalonica前书 的第五章 第一十三章 第九节 versículo九 第九节 使徒保罗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请念 这个就是神的心 所以尽管你以为神的人最恶神度 尽管他们是外邦人 是选民的仇敌 可是神还是爱他们 神并不愿意他们成轮灭亡的 于是神的救恩 就借着冤纳传警告开始 说明救恩真的是出于神 但是也必须通过工人的传讲来完成 这样神的救恩才有真正的价值 那可惜的是 神的救恩却常常因着人为的因素 而被打之后 就好像当时的怨 神明明要他到尼尼为神去 他却偏偏往他失走 方向完全相反 为什么 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 这个工作太难了 吃力不讨好 最好让别人去做 第二点 我去传警告的对象是外邦人 是我的仇敌 他们死了活该 省得我麻烦了 第三点 还不是时候 干嘛叫我呢 没有错 人确实都会有一些想法 这是人之常情 不是说这个人虚假 而是这些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 为什么 因为都是违背神的旨意 除非这件工作本身 是出于人的意思 是不良的动机 是不好的安排 或者是除非这件事情 是出于人为 自以为是的一种计划 那很明显这种不是出于神 那这个就放在旁边 另当别论了 否则的话 一旦我被神的旨意 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 我又没有犯十条诫命 我只是不想做 我不想去而已 但是在实质上 却已经跟诫命的经意 要敬神爱人 被道而驰 这就是一种罪 那这种罪的结果 一样要死 不是说犯死罪才死 这种罪也是死的 难怪约纳的信仰 很快速地走下火 对约纳来讲 如果是我们 或许也会这样想 我这样做 没有什么问题 神应该不会怎么样 他不会知道 他也不可能来找我的 我心里的想法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所以你看到当时的约纳 他大可悠哉悠哉 下了船底舱 躺下去就睡觉 他不知道 这种天真的想法 已经大错特错了 我们请看诗篇139篇 请看诗篇139篇 第七节 诗篇139篇的第七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第八节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下到阴间下塔 你也在那里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也无所不能的全能者 他是个灵充满宇宙万物 人想逃避神 根本逃不了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人一旦违背了神的旨意 神的行法 很快就来 所以我们看到 约拿这一趟的旅程 不顺利 没多久 神就兴起大风大浪 那个大道 几乎把他坐的那条船 给吞灭了 祝拿不仅自身难保 整条船的人都 随在旦夕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解灵 还是需要系灵人 只有约拿自己 肯站出来 承认这个灾祸 因我引起的 同时愿意承担责任 牺牲自己 也不连累大家 这样才有可能 转为危安 否则的话 大家都死定了 这件事说明 违背神旨意 其实相当可怕的 还好 就在这千金一法的 紧要关头 约拿总算明白过来 而且她真的痛下决心 她宁愿把自己 不好的救我 埋葬在海底 于是她主动请求大家 把我抬起来 丢在海底 这种必死的决心 证明她真的是痛感 前辈 这种必死的决心证明 前辈 这种必死的决心证明 这种必死的决心证明 她真的是痛感 请看约尔书 就约 小仙之书 约尔书 请看第二章 12节 约尔书二章12节 神说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13节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归向主你们的神 因为祂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在 这种悲哀才是真实的 不是撕裂衣服 乃是撕裂里面的心肠 这种悲哀才能够真的感动神 才能够让神回心转意 止息露气 所以当约尔被抬起来 头到海里的那一刻 风浪就平静了 整条船的人才因此得救 不只是肉体面子 重要的是全传的人 因为这件事 来认识这真神 甚至让这些外邦人 大大的敬畏神 向神建计许 让我们看到 约约的认罪悔 从负面 转变成正面 也认识 结议成为 传言福音的另一种 见证 的確,神既公義又慈愛 按照神的公義,原來違背神的主義,本來就該死 所以神就安排一條大魚把他吞吃 所以神的大魚把他吞吃,絕對沒命的 因為魚肚子會有強烈的味道,整個人都吸收 沒有人能夠在魚肚子裡存活的 可是神愛月娜 因為祂切實的悔改了 所以神的救恩首先臨到月娜的身上 讓月娜在魚肚子裡頭三天三夜沒死 那祂在裡頭幹嘛 我們看回來約拿書第二章 請看回來約拿書第二章 第一節到第九節就是約拿在魚腹中的祷告 再請看第四節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 我能要仰望你的聖殿 再請看第七節 第七節 我先在我裡面花昏的時候 我就想念主 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 達到你的面前 再請看第九節 第九節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於你 我所許的願 必我必償還 救恩出於神 約拿在魚肚中從求告神 一直祷告到仰望神 再從仰望神一直祷告到想念神 再從想念神一直祷告到祂的靈 進到神的殿 然後他在靈裡頭 在神的殿裡面 感謝神 向神祈願 就這樣生發出那個悔甲祷告最大的功效 就是他重新對神建立非常堅定的信心 他相信神絕對是慈愛的 神一定會遵免我的罪過 神一定會救贖我 神一定會救贖我 所以他最後采用救恩出於神 做祂悔甲祷告的總結論 為我們寫下 悔甲祷告最佳的典範 今天如果我們犯罪 有人想悔甲祷告 我勸學習約拿的悔甲祷告有功效 我們發現這種祷告相當有力量 結果真的三天後 神就吩咐這條大魚 把約拿吐出去 而且要吐在旱地上 不能吐在海中 約拿就這樣真的得救了 他想都沒有想過 他真的從死裡得生了 他真的從黑暗走向光明 这种经历让约纳马上从软弱变得更强 他非常勇敢也非常顺服的 马上回到尼尼尘城里面去传警告 小弟相信这时候他所讲的道理 一定很有权柄大有能力 因为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 所以原来三天才走完的这么大的城 一天他就跑遍了 虽然只有这一天宣告悔改得救的道理 竟然能够让全城的人马上信无神回转进食 从国王到百姓 甚至连身处都披上马一坐在灰中 窃窃地求告神 这种表现这种做法跟约纳在鱼肚子里头的祷告一样的 聖经说个人都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墙袍 最后真的就这样救了尼尼尾尘 全城的人都免货而得胜 哇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啊 真的非常不简单的啊 我们想想怎么能够这样啊 因为第一 救恩出于神 这个没话讲 但是第二 悔改真的很重要 只有这两个相福相成才能发挥出那么大的能力 那这件事一方面在预表神奇妙的救助计划 要彰显神的大能大爱 那一方面在提醒我们 要得神的救恩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一定要认罪悔改的祷告 这件事包括木道朋友 包括所有的信徒 尤其是神的工人 因此当主耶稣在世上传婚的时候 主耶稣就亲自引用约纳的神迹 因此 当主耶稣在世上传婚的时候 他自己也认为这件事是神迹的神迹 首先请看 Mateo 福音十二章 请看 Mateo 福音十二章 夫子 我们愿意你选个神迹给我们看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看他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四十节 四十节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维仁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维仁听了约纳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纳更大 很显然主耶稣把约纳的神迹 落实在他自己身上 当年约纳在鱼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七次回生 当年约纳在鱼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七次回生 当年约纳在鱼肚子里面 也要在地里头三天 当年约纳在鱼肚子里面 也要在地里头三天 当年约纳在鱼肚子里面 当年约纳在约纳身上 录像他的大能大爱 神照样更要在主耶稣的身上 显明他的大能大爱 当年神借着约纳来传讲他的救恩 让神更要借着主耶稣基督 来实现他的救赎 那问题是用什么证明 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就是最大的神迹 没有错 每个神迹都有他的目的 神远神迹也有他的条件 神迹不是我们想看就可以看到 特别是那些硬心不悔改的人 更看不到 就好比当年的文士和华利塞人 虽然他们也相信真实 虽然他们也想找主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 可是主耶稣却一口就会觉得 说一个邪恶英雅的时代 看神迹根本不可能 不过有一个神迹却可以看见的 那就是约约的神迹 就是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主耶稣的复活 这是要显给所有的人看的 因为这个救恩是要给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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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愿意悔改相信 每个人都有份 意思就是神迹不要强求 更不可以忘求 但是约约的神迹 却一定可以求 而且必须要求 其他的神迹没有看到没关系 但是约约的神迹却一定要看见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神迹跟你将来得不得就没关系 但是约约的神迹就攸关每个人将来灵命的生死存亡 真的是大有关系 条件只有一个 就一定要认罪悔改 然后才有可能真的相信 那么重点就在这件事说难很难 说简单也很简单 关键是在于自己是不是愿意 这个救恩师神白白给我们的问题是 您要不要吗 当年尼尼为神的人虽然是外邦人 又罪恶深重 但是当他们听了约约所传的警告 他就悔改了 行人属若反着 过好当人是避免联的 但 którego这都得救了 所以 更是 在现在 我身为民人的 人士法侣 虽然 虽然 从而来 听见比德契这更大 王主要 所传的福音 虽然青年看见过主耶稣所行的大神迹 尤其后来看到主耶稣的复活 但是他们硬心到底不肯回改 所以他们必定灭亡 这一定的 难怪主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 你因为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他们不但得不到神的救恩 将来还要受地狱更重的刑法 请问这不是非常可惜不是吗 那今天问题是我们呢 今天很感谢主 这一些今天我们也都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约纳的神迹 更看见主耶稣的复活 如果你问我们说主耶稣在哪里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主耶稣今天就在天上 那如果问说那你凭什么 我们除了凭信心 除了看异象 有的是祷告 有的是晚上睡觉 有的是晚上睡觉 看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凭着我们每个人的亲身体验 就好像当年约约自己的体验一样 约约的意思就是鸽子 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应许的圣灵 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应许的圣灵 圣灵就好像鸽子 请看约约福音十六章 请看约约福音十六章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请念 今天应许的圣灵已经来了 我们祷告祈求就可以得到 这证明主耶稣已经复活在生天 在天上 告诉我们 约约的神迹的确是真实的 今天这个神迹不仅要显给我们看 更要显给所有世界上的人看 那今天我们都亲眼看见 更亲身体验到了 感谢主 但问题是 当我们看见 体验到以后呢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请记住 救恩不是当给我们 也要给世界所有的人 就好像当年 救恩不是当给约约 是要给尼尼尾城所有的人 所以神迹固然是一种恩典 但是神迹同时也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 我现在还真的相信吗 我现在还真的相信吗 自己为了贪图世上的名利权 又开始硬心到底 不肯回改呢 第二个 第二个 当我看见得到之后 我有没有像约约那样尽力去传给世上的人呢 还是好像约约一开始 只意味的想逃逃踏踏实呢 第三个 最重要的 当我在做圣工的时候 我真的都遵行神的旨意吗 还是常常跟神的旨意背道而驰 而且还自以为是呢 也就是说神要你往东你就偏偏要往西 那问题是 我反省过吗 我查验过吗 我痛悔过吗 我痛悔过吗 请注意 将来约约和尼尼维的人 要起来审判我们 好 再过来 请看 Mateo 16 请看 Mateo 16 第一节 第一节 Mateo 16 第一节 马里塞兰和撒族该人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第二节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 天必要晴 第三节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 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纳的神迹以外 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当年主耶稣又责备法律塞人和撒度盖人 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那请问什么神迹 后面就讲是约纳的神迹 说明约纳的神迹 的确是预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必降下应许的圣名这件事 主耶稣要用圣灵降下这个大神迹 来做分辨时候的重要标记 希望当年首读圣经的法律塞人 sadugan人 不要只会分辨天上的气色 却不能够分辨这个重要标记 所带给我们时候的信息 那什么信息呢 对当时来说圣灵降下叫做秋雨 秋天的 那是为了啥种 这是神救恩的开始 证明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那就今天来讲 圣灵在这下降下就叫做春雨 春天的 要准备收割 这是神救恩的完成 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快要来了 那这种标记照理说非常清楚的 只可惜当时 收读圣经的法律塞人 sadugan人 他们虽然后来看到了 可是他却看不见 也不会分辨 结果是他们 错失了得救 那个得救的良机 走向了灭亡 你问说为什么 他们不是拜神吗 每天在读圣经吗 常常在禁食 怎么会这样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内心刚硬 那个刚硬让他的心眼瞎了 让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软弱 也看不到自己的罪过 所以他们永远不晓得 要赶快到神的面前来悔改 所以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分辨 这个时候到底是神的什么时候 搞不清楚 真的非常可惜 那今天请问我们呢 今天在末世 我们再一次 亲眼看见 我们看到 村女圣灵 再一次降下来 建设教会 这个非常重要的标记 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非常的清楚 我们常常看到 哎呦 这位弟兄又得圣灵 那位姐妹又得圣灵 为了是要提醒我们 末日将到 主耶稣要再临 尤其是在疫情漫年 全球的今天更是这样 而来到最终的时代 更是在这些时代的疫情 问题是请问 我们真的看见吗 我们是不是 是而不见呢 请问我们真的能分辨吗 真的能分辨吗 真的能分辨自己吗 我们有真的好好的 预备自己来迎接主 再来吗 我们有过真的在神的面前 彻底悔改过吗 我们是不是再一次 掉进法利赛人 撒度该人 那种硬心到底 永不悔改的陷阱里头 而且自己还不知道 或是我们失望 起来我们失望的 好 最后请看 太福音21章 最后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天父命呢 他们说大儿子 因为约翰尊者一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仓记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由此可见 救恩真的是出于神 非常重要 没有错 但是人认罪悔感的祷告 却也不可以轻忽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得神 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因为这是我们得神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税吏和仓记 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老是笑那些税吏和仓记 有时候我们比他们都还糟 所以说我们的信价值得很悲响 如果真的算我们的信仰 不是很悲哀吗 不是吗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让我们也能够时刻 尽量自己里头的光 让我们能够时刻 尽量自己里头的光 让我们能够时刻 尽量自己里头的光 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看见自己的软弱跟不足 尤其看见那隐而未现的过错 能够赶快求主赦免 这才是得救最大的保障 因此我们深信不管怎么样悔改总比不悔改要好 认罪总比不认罪要强 这绝对是真的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的 唱诗 三百零五首 三百零五首 请唱诗三百零五首 音乐三百零五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